心全 灵修默想 主内的兄弟姐妹们平安 主耶稣基督说 谁引了我给的水就永不再渴 我给的水将在他心中成一泉源 永流不止至于永生 对他人的好奇心 主耶稣基督说 孩子 对别人的行为怀着好奇心 正是人性的一个共同弱点 你若不努力地克服这个弱点 你便不能百分之百地忠诚于我 除非你负有应该负的责任 否则你知道别人在做些什么 与你又有何相干呢 遇着你无关的事不要去管它吧 你应当只顾为我的缘故 一心进行你本身的工作 何况 将来在末日审判时 你不会为旁人的行为负责 你需要交代的 只是你个人的思想 言语 言语 行为和疏忽罢了 我是全能的天主 我清楚认识每一个人 没有任何行为 语言 思想 和意愿 能瞒过我的 你心底最深处的愿望 和你最隐秘的意向 我都清晰了解 所以我的孩子 把一切的事都交托在我手中吧 只要你每天立定志向 多次地重新定制 安心地继续你的工作 那么你就不必管其他的事了 我自会替你安排的 除非你负有管理别人的责任 否则你不要太注意 别人所说或所做的吧 人们的不仁的思想 和不义的行为 在末日都将被提出控诉 到那个时候 真理就要大放光明 人人的真面目 都要在众人前显露 让我们一起默想 注意自己的事物 正是一件积极的善行 如果别人需要我的帮助 我当然应该尽力设法帮助 至于过度注意他们的生活 却是一个绝是一个绝大的错误 窥测旁人的隐私 或是批评指责旁人的作为 都是贬低自己的人格 伤害旁人自尊的事情 唯有借着我的祈祷 善表和善意 我最能帮助人们 从善改过 除非是对着负责管理的人 我实在不必去谈论 旁人的过错 即便是在可以谈论的时候 如果我缺乏善意 那么谈论岂不变成了公结 对人对己又有何意呢 我必须度我的生活 别人必须度他们的生活 在尽管我做些 微有能力的帮助之后 我就不再自寻烦恼了 只该心安自宜了 让我们大家一起祈祷 亲爱的主 我的生命就是你的赐予 它只是联系着 你我之间的亲密关系的事 固然我当尽力 报答亲友们同事们 带我的恩情照顾 但是从许多方面看来 我的生活和别人 实在毫无相关 我也无需过于为别人挂虑 因为烦你造生的万物 你都在不停地照顾着 请不要允许我 做个无聊好奇心的新生品 禁止我谈论旁人的长短 教我不轻信别人搬弄的是非 我不愿浪费你赐予的生命 在好奇上 我的生命是要用来爱慕你 信从你 侍奉你的 阿们 这边 都是怪伖你 对地民似的 宝ignon 对地民伽的 时尊具 没 连